夏总 快点 车来了 好嘞 好嘞 撞 夏总 夏总 怎么了 你手机呢 你这在这儿啊 不高兴 包包里来了呀 手机被马经理拿走了 我找他要去 不行不行 夏总 马经理和高经理一样 是个赖皮狗能不能行吗 没事 你看我的 你这在这儿啊 马经理啊 怎么 夏总 我给你打听个事啊 什么事你说 你觉得高经理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 嗯 什么意思啊 我打算把我的表面介绍给他 小高二 人品不行 够扣子也不合适 是这样 行 那我再去问问其他同事 夏总 我也太深了 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 行啊 就你马经理这个气质绝对没问题 是是吧 行 那我打个电话问我表妹 哎 好了你打你打 哎 哎 哎我手机上哪去吧 哎我这号码在手机里边 哦 那个我刚才给了手机 是你的 对对对对 有人 行啊马经理啊 今天公司这个时间不昧的个人优秀奖 肯定是你的 谢谢谢谢 我去给我表妹打个电话问我啊 哎好好好 你们 喂 表妹啊 在家呢 我昨天晚上和你说的那个事怎么样呀 啊 行 没问题 那我们明天有时间出来看看 行 好嘞 哎 哈哈哈 行 阿经理啊 啊 我跟我表妹说好了 是吗 嗯 怎么说的 等明天有时间我就带她出来看看 行行行 那我先走了啊 我去买点东西 我先去家里问问她爸妈 不用不用买了 嗯 我 我 买好了 有人 这合适吗 哈哈哈 行行 我等你教育一下下头 哎行等着 哎好 别叫 哎呀你朋友又着落了 哈哈 有人要等到天荒地老了 啊 哈哈 这个天荒地老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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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白什么才是